作為一個糖尿病的病人 面對海量的糖尿病之信 有時真的挺迷失的 所以我今天約了黃卓麗醫生 希望可以多點了解 一些關於兒腦素方面的知識 都挺好喝 是不是 都可以 我最近跟一些叔叔聊天 他們本身已經有二、三十年的糖尿病 他們都繼續吃藥 我聊天 為什麼你不試試打兒腦素 他們非常抗拒 他們覺得我要長期打針 很不方便 我一輩子都要打 還有有這樣的想法 他們就說我打針會不會越打越純 會不會有抗藥性 他們問得我真的很硬 兒腦素是歷史悠久 非常有效的治療方法 不過為什麼人們不喜歡 第一要打針 另外會不會打得很順 其實完全沒有 不會打抗藥性 主要是因為舊一點的兒腦素 以前負重比較多 所以人們開始研發口服藥物 我想問一下 兒腦素注射在身體 其實那個藥物是什麼 我想可能簡單一點說 兒腦素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兒腦素跟糖有關係 幫身體的血糖比較穩定 其實血糖身體是一些正常的物質 是好東西 我們常常工作 在腦中 肌肉都要用糖 但是如果是很特別的機制 高高低低 都希望穩定一個很平穩的狀態 不然長期血糖過高 就會有病發症 有些血管問題 上眼影響腎 所以兒腦素在適當的時間 分泌出來 尤其是吃完之後 突然要高 就可以把糖 走回到對的家裡 那些家裡就像肝 肌肉那些 當我們身體不夠糖的時間 兒腦自己感覺到 兒腦素就會自己放下 在肌肉肝放下糖 人們就可以機械做回事 我明白 兒腦素等於我們身體本身 一個天然的 即是它會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 後來演變到有藥物 其實兒腦素的注射劑和藥物 它的最大分別是甚麼呢 我想可能是自己分泌 和打進去有甚麼分別 其實如果是你自己放出來的 那當然是最天然 它和那個時間性是最好的 即是你吃完東西去高 立即追著血糖 立即放出來 放出來的地方 就直接放在作用器官 主要是肝 因為胰臟的 那些肛血 其實直接會帶到肝 不會說 那個效果 會突然好像 垃圾過場 伏高伏低 那樣 注射呢 盡量都會假裝近似的身體 不過都是差一點 不過現在慢慢的 新的發展 其實已經好很多了 但有沒有機會 真的有一天 那些肝臟的肝臟真的會回復少女 正常 小女真的年輕了 會不會有機會 功能也會強 其實有些病人是真的可以的 其實有些 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剛才你這樣說 胰臟可能先天性比較弱 一些 有些病人其實是很弱的 一來血糖就去到很高 例如一般正常人 胸肚 可能刺手指4至6 那個血糖水瓶 對 最合靈 就是飯後可能 可能8 5 10 那些都可以 如果一些一來 已經是成年十幾 16 17 甚至20 30 胸肚飯後什麼都好 這些 range都有的 是 雙位數字就非常不美 是的 那病人通常有時候會加上 口渴 去很多小便 消瘦 這些都是一些 叫做餘肚素很缺乏的表徵 那這些病人很可愛的 有時候 他一開始 直接用餘肚素 真的要 那反過來 可以很快 幫他降低血糖 還有長遠 有些幫胰臟修補 反過來就是 有工廠那樣 那些工人 真是以前不斷做 很想放一些餘肚素出來 做到很虛脫 是 然後同一時間 你的胰臟 叫做打少許餘肚素 是 好像請回外援 是 然後他自己的工人會休息 所以到某一個時候 他便會出來 自己做 而且過程有時很快 其實有時兩三個月之內 他已經是 甚至不用打針 就這樣吃回口服 都可以控制得到 這對於同尿病人是一個欺信 其實是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 跟同尿病人說 有時候同尿病人過來 就說很高 想看醫生當然想控制病 有些病人覺得很害怕 原來要打針 不是吃就可以了嗎 一開始就要反過來 寧願打針 一開始打針 之後 長遠反而更好 可能打少些針 反過來 只要吃口服藥 經常控制得不好 除了併發症之外 還有有一天 癒狀真是虛耗 之後就長遠 可能真的要打 所以反而是早 令到病情沒有那麼嚴重 反過來就不是很嚴重才打 不是針令它嚴重 是一直不打針令它嚴重 明白明白 我今天又學到很多東西 我下次可以跟我的叔叔和伯母解釋一下 這個嚴肚素 可以 讓他們早點打針 可以 謝謝 好的